九月中下旬 竟然就有枫葉可以欣賞 台中福寿山農場 是全台最早枫紅的地方 從空拍鏡頭看 綠黃紅漸層 交織絕美景色 人家說一葉知秋 一葉知秋 其實我們的風速 是最知道天氣的變化 2000公尺以上高山 一早氣溫只有12度 雖然目前枫紅大概一成 但走在鴛鴦湖步道 就像苗飛日本 相當有異國情調 游客熟門熟路 早就上山賞風 但現在房間可不好定 平日就有九成住房率 預估十月十一月 更是一房難求 至於武林農場 可能是因為 海拔相對低 只有少數楓葉 轉為淡淡的淺粉色 導致銀杏林葉片呈現 而黃色十分耀眼 根據目前的氣候 最佳的觀賞期 應該會在十月底 到十一月中旬 今年秋天來得早 楓葉也比往年要早 十到十五天變色 交通也不受地震影響 游客要是不想人 擠人可以規劃提前上山 但提醒要多帶保暖衣物 好好欣賞高山美景 記者黃山芙李雲杰台中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 中市的日式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字幕提供